深夜里蓝色小货车车尾已经被撞凹 车的外侧铁片断掉直接垮了下来 整辆车面目全非 这起严重车祸发生在台北市士林区 设子岛公园附近 8月3号晚间绕进车辆 刚结束表演准备返家 却因不明原因突然失控 撞上右边海洋科大的校门围墙 车祸现场满目仓仪 东西四散一地 整辆大货车车头和车身几乎快要分离 警方初步统计 这起车祸造成十男二女 共十二人受伤 分别送往五家医院 不少人手部脚部都有骨折 其中三人甚至昏迷 意识不清 经销也感到现场抢救 小货车他们在入庙表演结束之后 在返家的途中 自撞到海洋科大的校门的围墙 那造成车上总共十二人的受伤 造势零性驾驶 虽为酒驾但开车不慎自撞围墙 路边还能看到疑似挡风玻璃 也喷飞整片全碎裂 而车斗全被撞烂变形 换个角度看底部甚至明显凸起 像是往外炸开 地上都是散落的物品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警方也将持续厘清 车祸详细原因 记得黄天耀 陈宇轩 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